是2萬塊 好 但是我記帳的時候 記成2千塊 那銀行拿到這張票 那個拿持票人拿這張票去 去銀行請求付款的時候 我說通常這種錯 99.9%都是什麼 公司記錯帳 因為公司記帳的時候 就可能就一個什麼 會計人員記帳 那會計人員記帳呢 他如果 當然會計人員會有 會計主管附和 可是就最多做兩個人看 這張張票或者是這張支票的金額 但是到了銀行之後 這張支票會計給人看呢 最起碼會有5個到6個 你拿到銀行去請求對聽的時候 銀行的櫃檯會看一次 銀行櫃檯後面有一個存款 存款部門的主管會再看一次 第3個人員會是誰呢 這個銀行 因為我拿到的是什麼 我在華南 我的我是第一銀行的存戶 但是我拿到的是華南銀行的支票 那我不會自己跑到華南銀行去請求付款 我會請求 我會找我的第一銀行幫我去 那個所謂的請求兌現 所以第3銀行的票據交換員會再看一次 這張支票 那拿到票據交換所的時候 華南銀行的票據交換員會再看一次 然後再回到華南銀行的支票的清辦 會再看一次 然後支票存款部門的主管會再看一次 6個人 6個人都會看錯嘛 機率很小 所以如果有金額錯誤 我說99.9%都是公私發生錯誤 看錯了 好 那這是如果 所以第二種情形是錯誤 而且我說課本上面呢 它不一定是聯繫說一定是公私的錯 所以你只要看到文字的敘述 我只是說現實上面來講 實務來說 都是公私會記錯帳的可能性比較高 因為我說銀行要記錯帳很困難 要6個人看 好 整個6個人看都看走也不容易了 好 所以這個基本上 第二種情形是發生錯誤 好 那這種錯誤也不用嚴重 好 因為付款的是銀行 所以銀行經過6個人看 這種錯通常是可以來得及敢的 賬記錯而已 公私賬記錯的可以敢 但是如果銀行看錯了 那你也不用擔心 公私沒有關係 為什麼 銀行要負責把它追回來 我明明開的是2000塊 銀行付了2萬塊 他多付了1萬8 銀行要賠你 所以公私是不會有 這個1萬8的損失的風險 因為我明明開的是2000塊 我比較主要開的是2000塊 銀行付錯的話 銀行要負責 好 所以基本上這種錯誤 對公私來講 風險都很小 第三種不一樣對於怕的狀況 就是5P 好 就是5P 我就是說什麼呢 好 我其實呢 一座是公司的支票管理人員 然後呢 我自己開的支票 並常領得錢的出來 可是這個支票 這個開支票 這個動作 沒有因為錢要付款 所以公私帳上不會金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是 公私帳上的金額 現金的月 跟銀行存款上面的金額不一樣 那這種就是5P 好 這種5P 就是公司費要防範的 好 那這個是我們會談銀行 為什麼會產生銀行調節表 因為公私帳上的金額 跟現金的銀行存款的月 跟銀行存款裡面 我們的存款月 不會相同的原因 最常出現的是時間差 然後第二個可能就是發生錯誤 那不常發生的 但是我們最要防範的是5P 好 這是三種行為導具 這兩個不一樣 那這個不一樣呢 我們要有編表的方式是確認它 所以我們要編銀行調節表 那初塊大家學的是 簡單銀行調節表 就是說什麼叫簡單呢 我就說我只把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選這個期 我如果公私帳上的期末存款 這個銀行存款的月 跟銀行存款活的存款月 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最後能夠調節出來 一樣就好了 這什麼叫簡單調節表 那我們中央要學的呢 其實跟你未來 如果你有興趣要學的審計學 是一樣的 我們要編自然是調節表 或者叫做收支式的調節表 銀行收支調節表 名稱不一樣而已 但是都是相同的編表方式 這是我們中塊裡頭要學的銀行調節表 就跟初塊的概念是一樣 但是編表方式是不同 因為我們初塊裡面的編表 其實是沒有辦法去提前提早發覺 有任何比例的可能 但是我們編自然是調節表的話 就可以從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找出 可能有發生這種異議的現象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時間差可能發生的情形 好 我們就回過頭了 發生的錯 那個差異的原因是三種 那三種裡面呢 當然最常發生的是因為時間差 比如我剛剛講說 公司已經開了支票出去了 然後銀行呢 因為持開完美去請求付款 所以沒從我們的帳上扣掉 這種時間差會有四種情形 兩種情形是公司機長的銀行媒器 兩種情形是銀行記的公司機長的媒器 好 那這兩種情形呢 各是增加或減少 比如說公司已經開了支票出去了 好 所以課本上面的 就是中文書就會講說 公司已記貸銀行未記戒 好 公司已經開了這個支票 貸記銀行存款減少了 寫在貸方 那銀行呢 要等到持票人來到銀行去請求付款的時候 他會借寄我們的存款 好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公司把錢存在銀行 銀行存款對公司來講是資產 但是呢 銀行收到存戶來存錢 所以他來講是負債 存款對銀行來講是負債 好 那跟我們一般的公司的角度 剛好是相反 我們去銀行借錢 借款對一般的公司來講是什麼 負債 但是我們的負債是銀行的資產 因為銀行把錢借給我們了 他有這個權力去把它收回來 要回來 所以對他來講是什麼 資產 對兩個角度是剛好相反的 所以剛剛講說我開了支票出去 我先代寄銀行存款 但是因為持票人還沒有拿到銀行 去請求付款 所以銀行會寄借 因為他如果付款的話 是借寄我們的存款帳戶金額的錢上 他是借某某存款 然後貸現金又付錢出去 好 那另外一種是公司已經寄借銀行會寄貸 好 我已經有把錢存到銀行去了 就是借銀行存款 好 我的銀行存款增加 可是因為銀行還沒有收到這筆錢 所以他還沒有代寄我們的存款余額增加 所以這種情形是公司已經寄上了 銀行還沒有寄 那公司已經寄上銀行還沒有寄呢 前面第一個我們剛剛講 你公司已寄貸 銀行會寄借 這種情形是就是什麼 會兌現支票 我們剛剛就舉例過了 好 比如說公司已寄上的 別人錯 第三個是怎麼寄的 好 已寄貸 已經寄貸方了 好 銀行未寄借了 這個例子是未兌現支票 我們已經開出去了 但是呢 因為持票人還沒有拿到銀行請求 對線 所以這是未兌現支票 就是時間差 如果公司已寄借 然後呢 銀行未寄貸 就是我們的存款沒有增加的 這是什麼 再妥存貸 好 之前我們叫做outending check 就是流通在外的支票叫做未兌現支票 那什麼叫做再圖存款 deposit intrancit 就是我們的再圖存款 好 如果我們出貸一定會用的是原文書 好 原文書裡面還一樣有這些東西 好 之前那時候我們叫 我們是用英文來表達ra 未兌現支票就是outending check 好 那再圖存款的就是 deposit intrancit 好 這是這兩個名稱 它其實都是我們出貸裡面的 好 這是公司已經做了 銀行還沒做的 那再來看一下呢 銀行有可能銀行已經做了 公司還沒做的啊 好 銀行已寄 好 我們對準它好了 如果銀行已寄貸公司未寄借 好 譬如說什麼呢 銀行已寄貸代表是什麼 銀行幫我們收錢了 幫我們收到錢了 可是呢 因為公司還不知道 有這筆錢進來 卻沒有記帳 那一常看到的譬如說好了 好 我們上次在講年金複利的 第四章的時候有講到 而一般來講 就臺灣的銀行的限期制度 是每半年複行一次 好 活期存款 活期複去存款 支票存款 目前臺灣是不計席的 好 那活期存款 每半年計席一次 6月21號 12月21號 銀行會根據你的存款基數 去發利息給你 那公司呢 其實它不會去計算 它不會去經經計算說 我到底有多少利息 所以通常會等到銀行 錢寄利息進來了 它已經進入到我的帳戶裡面 那我才知道說 我半年的利息有多少 好 那所以呢 12月21號 6月21號 銀行已經寄行到我們 存到我們的存款 我們的活期存款帳戶裡面了 那公司因為沒有去注意 沒有說6月21號 11月21號 我趕快去看我有多少利息 一般來講公司不會求到這種程度 好 總而言之就是銀行已經入帳了 那我才知道說 我有多少利息 還沒計之前就是公司未計計 因為計什麼 銀行存款的增加 銀行幫我們收到錢了 收到利息了 那我們就要什麼 借現金帶利息收入 或借銀行存款代利息收入 那因為我們還沒有做這個位計借 好 這是譬如說什麼 代收 利息 收入 對 對 好 它就比較眨一點了 有可能 譬如說最近很多公司在儲權儲息之後 然後再發放股息 那發放股息的話呢 因為我們也不會去注意到哪一天 錢會進來 啊所以呢 我們的那個這個銀行 我們從這個公司的那個銀行 它發放股幣的時候 入到我們的銀行的帳戶了 那我們可能沒有去特別留意到 沒有 當地就寄了 好 那就會產生這個問題 好 所以像利息收入啦 土利收入啦 或者其他都是 其他的收入 都是這種錢會產生的 另外一個呢 是銀行借借 借借借呢 意思是說 銀行已經從我的帳戶把錢領走了 但是公司未寄貸 公司沒有寄說 啊我的存款如果減少 什麼情形會發生這樣子呢 譬如說 好 銀行呢 幫我們帶支付費用 然後譬如說呢 公司的水電費啦 好 那我們呢 不要這個常常 因為拿到帳單之後又去繳 很麻煩 好 所以我們就什麼 委託銀行 幫我們去支付這個相關的這個支付費用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電力公司或者是自來水公司 把帳單寄到銀行 那銀行會從我們的帳戶裡頭扣掉 好 因為我們已經委託它了嘛 好 那扣掉了之後 公司呢 會等到收到收據 或者是我們去查我們的存款的異動的時候 才會發現 欸 我有這個支出發生了 所以這是 銀行已經從我的帳上把錢領走了 扣掉了 但是公司還沒有寄 我的存款有的減少 就位置在 那這個都是什麼 都是我們 都是我們正常 時間差所產生的差異 好 那其他的這種都是正常的 所以我們銀行調節表就是把這些差異呢 因為時間差異 我產生的差異把它調節上去 最後呢 讓我的存款余額跟銀行對當單的 我的存款余額是一樣的 那就沒有問題了 好 那但是呢 我剛剛講的 這是我們之前編私然式調節表 欸 之前編簡單調節表的時候 我們只要B2這樣子就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私然式的調節表呢 就是不但我們的存款余額要最後 因為這些差異調節出來是一致 或者是有發生那個不小心的 好 不是故意的 發生的錯誤 調節完之後要一致之外 我還要讓它什麼 收入 我的這個銀行的收入的總金額 跟我存款公司帳策上面的收入的總金額 要一樣 支出也要一樣 這是四個欄位 所以期初的金額 本期的存入或收入 本期的支出或者是費用 跟我期末的餘額一樣都一樣 這四個欄位的金額都相同 還沒有問題 所以我剛剛講說 如果我們B2這樣子的調節表 就可以發現這種問題了 比如說我剛剛講 我呢 是支票的管理人員 我自己從我的 我自己開了張支票 一百萬 好 然後呢 我偷偷帶了張 好 然後拿到銀行去 點了一百萬出來 銀的出來之後呢 隔了三天 我再把錢存進去 所以銀行裡面的金額沒變啊 因為我點了一百萬就存進去了 所以銀額是沒有 我們看不出來有什麼不同 但是如果我B2私人是一條金額 就看出這個差異了 因為銀行 公司帳上 從頭到尾也沒有支出這一百萬 也沒有收到這一百萬 所以我的收入跟支出的金額 跟銀行的收入金額合計起來 不會一樣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發現 可能發生5P的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點 私人是調節表的用意 好 那我們很快看一下喔 私人是調節表 好 先看一下呢 事業二先給你一個 比較簡單的銀行調節表 比如說 好 在一百八十一頁呢 就給你是一個 簡單調節表的 電表出來的結果 他說有個公司在台灣銀行 開訂一個銀行支配存款帳戶 那五月底的存款 銀額是三萬零五百零九 然後呢 但是銀行對帳單的銀額是四萬零四百一十一 那這兩個不一樣啊 好 那到底是為什麼不一樣呢 核推出來的結果 好 大部分都是時間差 比如說呢 我們在五月三十一號的時候呢 做了一個什麼 存款三千八百六十 但是銀行沒有入帳 這個就是什麼 公司已借 借銀行未借代表什麼呢 五月三十一號我已經存入了 但是銀行已經關門了 已經結帳了 所以銀行沒有收到這筆錢 好 這是這個時間差 然後第二個呢 是公司開訂的支票裡頭 還有三張 好 這個合計的金額是五千六百零七 好 還沒請求銀行對線 好 那個支票號碼跟特別的金額如下 再來是銀行 對 這個是貴對線支票 公司已經開了集型支票了 公司已經代替我的銀行存款減少了 但是因為十票還沒有拿到銀行去請求對線 所以銀行還沒有從我的張簿裡的扣叫做為己借 好 第三個呢 銀行代為收到已經到期的應收票據金額是一萬五千利息五百 好 銀行呢已經記貸了幫我收到錢了 或者是公司公司還沒有記賬就為己借 好 所以這是收到了利息啦 或者是應收票據收限的這種情形 好 這是銀行已經這是公司還沒有記賬的 第四點呢 銀行淨扣五月份的手續費 對 銀行會淨扣一定是什麼 我們當時候已經呈答應銀行可以做這件事情了 好 所以它可以直接從我們的張戶裡頭去領取這個金額一百五十塊 對 銀行以記貸公司未記貸 好 銀行以記借公司未記貸 這是什麼 未用發生 就是手續費用 好 一二是那個公司已經做銀行未做的 三次是銀行做的 公司未做的 好 再來呢 第五項 好 它說呢 公司有存入一筆呢 一個某人開出來的 支票 好 三千兩百 好 我說支票呢 是銀行付款 付款是銀行 那銀行付款為什麼還會不付款呢 好 銀行只是代為支付 代它的存款人付款而已啊 那存款人如果沒有錢的話呢 它大概就是什麼 把它跳票了或退票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存款付足退票 好 如果我們以前的原文書上面呢 就是NSF Non-Sufficient Fund 就是存款付足退票 記得嗎 我以前原文書的時候就出現NSF 好 就是存款付足退票的意思 就 Non-Sufficient Fund 好 那個存款付足 好 就金額付足 好 這個不足的金額 好 這個就是存款付足退票 好 有三千兩百 那因為呢 基本上我們上次您講了 我錢存到 我如果拿到一張即席支票 我拿到銀行去存的時候 因為是即席 銀行只要看 所有的法律絕對要件 記載要件 都符合它會寄你的存款增加 就是代寄你的存款增加 那如果關於對方 那我就說了 就像我剛剛講 我是第一銀行 我拿到台華蘭銀行的支票的時候 我會請我的第一銀行的派避交換員 去跟華蘭銀行請求付款 那華蘭銀行呢 如果它的發票人存款不足 它就幫你資料退票 退回來給第一銀行說 對不起 發票人沒有錢付這筆錢 好 那第一銀行呢 會在從我的帳戶裡頭把這筆錢領出來 它不是說 我一開始做存入是錯誤的 它不是更正 所以不是存款存入的金額增加減少 不是 它是先做存入 然後再把錢領出來 好 所以到時候會有的存跟吃 這兩個動作出來 好 然後再來呢 所以這個是公司還沒有做的 好 因為銀行直接先從帳戶裡頭 把錢領出來了 因為存款不足 然後在第六點呢 是公司為了償付支票 開地的支票 金額是566 好 以支票上面的金額為準 好 支票上面的金額是566 但是公司記帳的時候 記錯了 記成度566 好 這是錯誤 然後這是公司的錯 另外還有一個公司銀行的錯呢 銀行將對付其他公司開出來的支票 金額是3985 他從我們的帳戶扣掉 這是可能銀行會出現的錯誤 好 銀行比較不會出現這個看錯金額 但是它很容易出現的 就是扣錯帳 以前我在銀行這個呆支票存款的金辦的時候 我也發現過這樣 好 比如說是1205 這個人開出去帳號1205的 結果呢 我抽到1205 這個帳戶的 當作有一張卡片 就是一張他的紀錄卡 就付了 後來發現 後面的附和的人就要看喔 不是看金額而已喔 他要看帳戶會不會對 帳號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有可能是銀行會發生的錯 那我說銀行不會發生是太錯金額 他不會把3985 正罪是3985 看成3958 不會 沒有發生這個錯誤的話 就很嚴重 因為他當天的張明不合啦 好 好 所以這幾個錯 這個幾個因素 我們的邊的銀行調節表 好 所以呢 債途存款 我說的是公式經濟了 銀行未濟 我當然要把什麼 銀行補進上去 所以你可以看呢 銀行呢 181頁 好 181頁呢 在銀行對帳單裡面的左邊呢 我是寫銀行對帳單的金額去調節出來 右邊是寫公司帳戶的調節金額 然後調節出來 正確的餘額就一個 既然叫正確就只有一個 我有兩個的正確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呢 債途存款啊 銀行 銀行戶記 因為銀行戶記從我的帳戶扣掉了 但不是公司的 所以呢 我們要把他什麼 要把他加回去 然後未兌新支票的5607 要從我們的帳戶扣掉 從我們的銀行出帳預約裡頭扣掉 然後再來是公司帳上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 正確預約是42649 兩邊都一樣 好 這是我們出帳裡頭所學的簡單調節表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呢 我們要憑自然式調節表 所以沒關係 如果你還沒看 沒聽到的話 你回去自己自行一下 如果有問題的話 因為有兩個系統有點 有事情 所以他會提早走 兩位同名提早走 好 那我們要談的是 自然式調節表 自然式調節表182頁 那自然式調節表呢 重點是我們要知道 期出 期末 一些相關的數據了 所以我們來憑一下 雖然特別上有 但是我憑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也許呢 我從頭到尾注意一次 可以讓你比較清楚一點 好 四二線條節表 我剛剛講 要有四個欄位 好 哪四個欄位呢 拿這個例子來講 好 四月底 就五月初 五月初的魚兒 好 五月初的魚兒 好 五月存入 五月之初 五月底 魚兒 這四個欄位 公司帳策跟銀行帳策都一樣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從公司上上金額去做條件 讓你知道公司帳策的金額是多少呢 5 0 5 0 9 9 5 0 9 額上好 這邊呢 公司存款就有30 59 好 那我們先從公司帳上開始去調節 那我們要做調節的時候做算式調節表呢 我們的資料就不是像前面那麼少而已了 那后面有补充告诉你说 假设我要编三世调节表第三点 一百八十页的第三点 好 简单调节表那个我们已经讲过 好 调节表做完之后呢 我们要去做更正或调整分路 这次我们俊华也讲过 不讲了 我们终于只要放在三世调节分路 只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现在能够进化那个考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四月底有再图存款 四月底的再图存款的是银行要做的 所以不是公司上的要做的 好 然后呢 未退新支配是银行要做不是公司要做的 好 那四月底的正确银行存款是55098 所以我们假设呢 银行呢 55098 它已经是 因为公司账上已经把它调节到正确的 好 然后第二个呢 那我们看一下呢 那我账上公司5月份的支出是90327 好 公司的支出是90327 好 同行坐 好 услов烦仇 好 这事 来吧 谢谢你 好 fare 譬如来吧 感谢观看